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最新一期《求是》杂志发表文章表示 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中共要团结带领人民应对重大挑战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习近平还强调全党要发挥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不断独取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新华社报导 习近平这篇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历史使命为题 预定10月1号中共建政73周年发表文章 提出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的四个伟大 而其中伟大斗争位居四个伟大之首 习近平在文章之中提到 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更加接近 更有信心 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他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 中共要团结带领人民 有效应对重大挑战 抵御重大风险 克服重大阻力 解决重大矛盾 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 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 复杂性 兼具性 发挥斗争精神 提高斗争本领 不断夺取伟大斗争的新胜利 习近平还表示要实现伟大梦想必须建设伟大工程 而这个伟大工程就是中共正要深入推进的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 党的全部理论跟实践主题 是党跟人民历经千辛万苦 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根本成就 全党要更加自觉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习近平还表示伟大斗争 伟大工程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 是紧密联系 相互贯通 相互作用 而其中起到决定作用的就是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 他最后提到推进伟大工程 要结合伟大斗争 伟大事业 伟大梦想来实践进行 确保中共在世界情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之中 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跟考验的历史进程 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股 在坚持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之中 始终成为坚强领导核心 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力量 先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全球范围的民调报告 显示习近平逐政十年期间 中国国际形象不断的恶化 对习近平的反感日益增加 而在中国国内经济情势每况愈下 对习近平不满的人也越来越多 但是习近平连任的步伐似乎无法阻挡 法广报导 习近平连任的前进 让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感到悲观 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邓玉文指出 对许多中国人而言 即将过去的新时代的十年 只是一个噩梦的结束 二十大将会是新时代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两年之前就曾经预测 习近平的统治如果持续下去 五年之内中国还要再经历一次大乱事 反习派之中有一个加速派 他们则认为习近平正带领中国加速 走向残局跟衰败 习近平如果持续执政 反会加速中共灭王 从绝对意义上来看其实不是坏事 曾经引述多位经济学家报导表示 由于中国清零政策以及遏制房地产企业的努力 中国将无法超赶美国 世界银行9月27号发布报告 预测今年中国GP增幅仅有2.8% 远低于先前预测的5% 越来越多迹象显示中国经济已经明显持续高速发展动力 正步入40年以来最慢增长轨道 台湾海军两栖船屋运输舰玉山号30号 将在高雄台船举行交舰典礼 由台湾总统蔡英文亲自主持 由于近期中国不断表现出倾倒台湾的野心 不过学者认为台湾固然是北京追求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议题 但是也并不是最关键的核心议题 除非碰触到无可回避的红线 民调则显示中国如果侵犯台湾的话 大多数外国受访者认为 各国应该采取外交或是制裁行动 而是实际向台湾军员的比例非常的低 综合媒体报导 预生号举行交舰仪式 台湾海军司令部发布新闻稿表示 国舰国造政策在蔡英文总统权力支持跟领导之下 已经有着非常显著的成效 不过在今年6月14号 预生舰在船屋进行测试的时候 曾经发生过大量进水的事情 外船主机跟相关系统路线都有泡到海水 一旦外界细称为是买新车 却交的是修号的泡水车 台湾海军官员证实 此部分已经跟台船就延长保固年限 以及减价收接收进行合议 在此同时针对中国近期不断对台文攻武吓又专家预测 中国将在2027年攻打台湾 对此台湾南江大学两岸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张武岳 接受德国之声专访的时候提出不同看法 他认为以习近平党内地位应该已经不需要再借由解决台湾问题 才可以摆平内部权力的冲突跟派系斗争 而且习近平非常清楚如果台海发生冲突 美国未必会直接派兵 但是美国介入的程度必定会高于针对乌克兰 他预测北京未来五年之内一定会加大反毒促统 也一定会加大融合发展 这是势在必行 但是没有大到要诉诸武力解决台湾问题 况且习近平历史定位已经无关是否解决台湾 因为在六中权威第三份历史决议 习近平就已经取得历史定位 北京在追求所谓国家发展战略 在追求民族伟大复兴之中 台湾议题是一个重要的议题 但是台湾议题却不是最关键 也不是最核心的问题 除非碰触到无可回避的红线 因为经济问题才是中国的重中之重 另一方面 总部位在华府的德国马西尔基金会 跟德国伯德曼基金会联合发布 跨大西洋趋势2022报告 其中一个章节篇幅分析了 跟中国之间的关系 而在被问及 如果中国以武力入侵台湾时 各国应该如何应对 从全部受访14个国家平均数值来看 35%受访者认为 中国武力攻台的情形之下 应该采取外交措施 32%支持采取联合经济制裁行动 而支持输送武器跟派遣军队的比例 则分别只有4%以及2% 此外更有12%的民众希望 自己国家不要做出任何行动 二十大前夕 中国当局再进一步加强网络监控 近日分别有中国网友 因为在百度搜寻两家荷包子 以及透过微信向亲友发送 习近平跟英国女皇对比图 遭到警方传唤 关注人士表示 中国运动环境近几年越收越紧 互联网客气配合当局审查公民言论 使得公众不断的自我审查 一名推特网友表示 有中国使用者使用百度搜寻 两家荷包子的图片 并且截图发送给海外的一名乳包博主 随后该名网友被警方传唤 理由是在百度上面搜寻了反动内容 该名网友向朋友表示 他在百度搜寻两家荷包子时 使用了翻墙工具 但是并没有及时清除浏览器的Cookie 所以百度寻此模式比对 得知他的IP 并且得知他真实身份 此外近日另外一名中国网友 使用微信向朋友发送一张 将习近平跟英国女皇对比的图片之后 遭到公安传唤 警方向其出示了一张ECL表格 包含其微信发送内容 其手机号码跟亲属的手机号码 这名网友在被警方传唤期间 无意中还看见另外一份警方文件 将维尼雄标注为暗指习近平主席 分析指出中国当局加强审核之强同时 很多网络新宣戴选择抗争 他们发明了非常多规避审查的方式 习近平的别称就会有好几百种 另外他们也不断搭建跟推广翻墙工具 而与之对应的则是中国各互联网巨头 甘愿作为中共审查的放松 中国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I为50.1% 比上个月上升0.7个百分点 相隔两个月之后重回扩张区间 不过另外有一份 中国第三季度外贸情势调研报告指出 有47.68%的外贸企业反映出疫情影响生产 60.02%企业表示订单下降 有51.83%的企业敢受到订单分散 综合媒体报道 在构成制造业P&I的五个分类指数里面 只有生产指数的51.5%高于零界值 新订单指数49.8% 原材料库存指数47.6% 从业人员指数49.0% 供应商配送时间指数48.7% 全部都低于零界点 在经济稳中向上大好趋势 以及稳就业保障政策效果持续释放的带动之下 中国就业情势保持稳定 从业人员指数为49% 较上个月提升0.1% 免序两个月上升 第三季度从业人员指数均值为48.8% 较二季度均值为47.8% 上升一个百分点 报告指出总体来看 三季度以来经济保持复苏态势 季末时向好复苏的情形将更趋明显 不过不确定不稳定的因素依旧需要关注 另一方面 中国贸促会日前发布第三季度外贸群势调研报告 60.027亿表示订单下降是当前面对的最大难题 51.83亿感受到订单的分流 56.22亿认为原材料成本提升 47.68亿反映出疫情影响生产 不过调查同时显示 45.1%的受访外贸企业 对中国第三季外贸发展信心逐步恢复 30.31%受访外贸企业认为 今年全年贸易额可以较2021年还要更多 而且这个比例比第二季调查的时候增加4.09个百分点 中国贸促会发言人 中国国际商会秘书长孙小表示 这项调查结果显示 中国各项文外贸政策实行效果在第三季度开始集中显现 企业上半年反映强烈的价运价 能源 资金 汇率等问题得到明显缓解 不过他也指出目前中国外贸企业依旧面对外部需求收缩 在手订单不足 综合成本攀高 疫情反复 经贸摩擦增加等多重难题 中国跟俄罗斯近期不断强化双边关系 日本防卫省同核幕僚进步指出 中国跟俄罗斯海军共有7艘舰艇 在28号到29号期间 截队穿越日本陆尔岛西的大鱼海峡 超东海航行 关于俄罗斯日前在乌克兰部分地区 举行独立公投的事情 专家学者分析考虑到中俄盟友的关系 并且顾及到中国在欧亚大陆战略利益 不能跟俄罗斯交恶 因此中国不会对此明确表态 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张汉辉 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专访的时候表示 中国是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合作伙伴 中方将充分利用东方经济论坛平台 进一步强化通俄罗斯的全方位合作 持续支持跟参与俄罗斯远东开发 促进中俄在远东合作取得丰收成果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 昨月20号发布的数据 8月从俄罗斯进口的煤炭跟石油数量持续攀高 其中煤炭到货量达到854万吨 年增57% 也创下5年以来最高水平 8月中国对俄罗斯石油进口总量为834.2万吨 年增达到28%左右 同时朝日新闻报导 日本防卫省指出 中国飞弹驱逐舰等3艘舰艇 以及俄罗斯驱逐舰等4艘舰艇 合计7艘舰艇 在日本海参与军事演习之后 通过北海道北部的中古峡接着绕行日本列岛周边 报道进一步指出 28号到29号 中俄船舰向西石上大鱼海峡 并且在东海列队航行 这也是去年10月之后 中俄第二次联合航行 日本自卫队同和幕僚监长申其信表示 中俄海军合作比过去任何时刻都更加密切 另一方面 针对俄罗斯在乌克兰举行的独立公投 中国态度一向暧昧 海外争论杂志中国战略分析 杂志社社长李伟东分析 中国跟俄罗斯是朋友 如果直接谴责的话 面子上是不好看的 其次是中美之间目前关系紧绷 而俄罗斯在台湾议题上面替中国说话 他说还有一个难处在于 中国要是承认俄罗斯这样做是可以的 将来中国要收回台湾时应该怎么办 台湾毕竟已经自治70年了 而且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对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台湾丹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 中华战略纪兵其研究协会理事长黄介正则表示 乌克兰是联合国会员国 乌克兰通过正式官方祈祷 可以做很多台湾做不到的事情 他另外推测日后很长一段时间 中国都不会明确承认乌克兰公投的合法性 因为中国宣称的国际原则就是平等尊重主权 领土完整不甘胜利政等五大原则 不能跟这些原则互相冲突 他说中国不出面谴责俄罗斯主导的公投 维持跟俄罗斯关系和谐 也可能是考虑到自身在欧亚大陆的成奇战略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